回頭看得到 我收拾把他搬起來 半月一發現可疑人物出沒西瓜田 馬上報警 因為對方想魚翁得利 偷偷搬走又大又甜的大西瓜 警方到場馬上逮人 越講越生氣 因為像這樣被偷 早就不止一次 平常員警也會幫忙巡邏 常常找手頭一家大小 都得趁班一輪班 守護西瓜田 怎麼不煩惱 都沒辦法都出來顧 怕去用頭看他 沒辦法你這麼辛苦 西瓜田沒有護欄 在修成階段 常被有心人事盯上 農民一大清早趕緊夏田採收 準備拿去賣個好價錢 最近市場售價大約一台金 落在15到25左右 日前在宜蘭壯圍區 16歲少年半夜幫爸爸巡邏時發現 42歲薛姓男子帶著探照燈到西瓜田 警方到場發現他的機車 及拖板車上有五顆西瓜 嫌犯當下馬上坦承 令共稱有共犯蔡姓男子已逃離現場 警方將薛姓男子代盤所製作相關筆錄 訊後依竊盜罪 以請宜蘭遞檢偵辦 令蔡姓男子通知大案說明後 我以竊盜罪前盤請偵辦 疑似不甘心只有自己被逮出賣共犯 偷暴走農民辛苦養大的西瓜 當然不能放過 通通得為自己行為付出代價 TVBS新聞簡單成員身份宜蘭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